如果在KPL首发选手中选出一位最像鸡爪流打法的选手 从两门的比赛来看 又强又有实力的当属 AG伊诺了 不仅跟微博一战 公孙黎似乎总在推塔 而且从上一场 AG打TKL第一局的比赛 10分钟龙坑团 TKL在敦赴伊诺 伊诺却在上路推塔 AG4打5丝毫不慌 能打出这样的画面 AG一定是有人兜底 其原因是 除了大帅和轩软外 中益和长盛的实力有些断荡的强 两人蝉联州最佳阵容 并且中益获得一次最佳选手 也是实至名归 不过伊诺这种看似鸡爪流的操作 跟顶级强队是很难奏效的 就像鸡爪流不会出现在顶级巅峰赛一样 总的来说 感觉AG在近两年的实力 会一直处于巅峰 除了队内和俱乐部 没人搞幺蛾子外 从近期有瓜主 爆出的选手年龄来看 中益渲染的年龄偏低 长生20也算中牛 虽然伊诺大了点 但亚运会回归的他 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 稳中带C时 诸多教练刮目相看 刚从亚运会回来 一回来就直接进决赛了 他开心快了 就是从亚运会回来 回来之后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射手 我就说AG给我 最大的感觉就是赢我 赢我在没去亚运会之前 我觉得他是个傻瓜 他一直死 他玩个敌人节 经典冥想面太多了 直接每一场 直接还没打就死了 最后让人最没想到的是 辅助大帅 从首发辅助的年龄来看 阿改林跑 首尾的竟是 AG大帅20.6岁 目前是 KPL首发辅助最小选手 可他的实力 却是顶尖水平 并且学习能力极强 这也是小柴哥个人看好 AG两年内 会一直保持巅峰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从KPL首发 年龄表能看得出 上半图几乎都是资深老选手 下半图年轻的老游子较少 现在能在队伍中 独当一面比较明显的老选手 游走是九库和翻番 射手是腰刀乔西和依诺了 中单有项鱼和轻荣 长生虽二十 但在场上不算太老 并比较 C但微薄整体状态不佳 而能独当一面的老打野 从年龄来看 上半图有蓬蓬和金语 下半图年龄小的老打野 小胖算一个 不过老对抗路有些让人难崩 青青 Fly 坦然 紫墨 尤其是心狠 除了青青外 其他几人虽总能站出来 奈何队伍其他位置实力稍弱 导致他们能打出对抗效果 可队伍成绩不佳 而且坦然近期不仅冲上了巅峰第一 据说小胖都已经达到了2500分 恐怖如斯 这样的选手 真的难能可贵不多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